在每期节目当中 我们会邀请三组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登上这方舞台 经过三观的角逐 将有一组脱颖而出 成为本场的成语达人 那么今天 哪组选手将一举夺魁呢 让我们共同见证 首先我要为大家介绍 今天现场的三位点评嘉宾 让我们欢迎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张一清教授 欢迎 大家好 欢迎童书作家 汉字文化传播人 李山川老师 欢迎 大家好 欢迎青年诗人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 戴维娜老师 欢迎 大家好 欢迎三位点评嘉宾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 共同为大家奉上一场 成语的饕铁盛宴 首先让我们有请 第一组选手 闪亮登场 东夷街秀色 海带围青州 大家好 我们是海带书生组合 魏当林决定一览众山小 大家好 我叫房从政 是来自山东锦宁的一名 食品科学工程的一个学生 大家好 我叫吴玉婷 我的专业是汉业文学 我来自山东微海 欢迎两位 为什么要给自己的组合名字 叫海带书生呢 因为上书玉宫中 有这么一句话叫 海带围青州 大概就是今天 山东的泰山 和那个北边的那个渤海之间 也成为 渐渐成为山东的一个代称 所以说我们都是山东人吧 对 就起了这个名字 那我觉得你们俩 其实性格反差挺大的 小房就是 他是那种 平时生活中非常严谨 一丝不苟 然后做事情 特别特别认真的人 但是他有时候也会有点小幽默 跟他相处起来会很愉快 不能跟他聊吃的 为什么呢 不聊吃的话 要么就会唠唠叨叨跟你说个不停 要么就开始他的科普小讲堂 开始给我进行科普 聊吃的应该就越聊越有食欲啊 为什么会不愿意聊呢 就是女孩子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会想喝点奶茶 然后吃点零食 然后美美地很开心地发个朋友圈 表示自己心情很愉悦的时候 小房这次 就会在我朋友圈下面评论 这里面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心情不好 对吧 就是让人就不想吃了 非常的扫心 你平时为什么这么在意 这些食物的成分呀 因为我本身也是学这个食品科学 所以我对这个食物有严格的要求 要要求它健康 要营养 然后我比如我平时去超市挑选 我自己想要的商品时 我不会看它的品牌 和它的包装怎么样 我只会看三样东西 一个是它的配料表 加工工艺 以及这个执行标准 符合我的标准 我就会去购买 其他的我是一概不考虑的 你这哪里是一位食客呀 分明就是质量监督员 对吧 对 来到我们这参加比赛的选手 最大的一个考验 就是看你们的默契怎么样 你们俩有信心吗 有信心 跟他做朋友呢 就是平时就是 没有太多的忧虑 就是他会不断地鼓励你 就是让你不断向前 给你加油 所以就让我充满了信心 就是 就是直接一冲到底 会让林杰顶一览 重三小 加油加油 你们俩其实是 很互补的性格 对吧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今天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能够一起扬长避短 好的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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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选手 你们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欢迎 各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叫深海君 是一名贵州西方大学的法学硕士 同时也是一名退伍特总兵 现在从事的职业是律师助理 各位评订队 各位评委老师观众们好 我叫王晨一 来自北京大学 是一名外科医学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呢 是甲状腺肿瘤 这是维护正义 这是救死扶伤 因此我们的组合是 正义联盟 早看实力 绝对实力 奇妙成语 我们必胜 欢迎正义联盟 你看 你们一位是曾经的特种兵 是的 一位是未来的医生 看起来你们的职业相差挺大的 是怎么组成了这个组合呢 其实我和海君是三观上精神上 非常契合的朋友 而且呢我们都对历史啊 传统文化特别的感兴趣 我们也特别热心于公益 别看我们一个是法律 一个是医学 我们强强联合 解决了很多法律医学上的问题 帮大家 的确是这样子 那平常我在我们的那个地方呢 也会进到学校和社区里面 去进行普法宣传 也会进行防诈骗老人各种宣传 因此呢就会遇到 许多跟医疗相关的问题 那这时候就是我的短板了 我就得向陈怡请教 这方面的知识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专业都很互补 那您学法律是从服役期间就开始 学法律的话应该来说 是从退伍之后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部队的时候 有一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车里面出了车祸 然后呢我就把新兵推了出去 当年我是班长嘛 然后我就受伤了 自己在床上躺了整整有半年 但是呢这半年呢 我的班长和我的排长 对我照顾的非常的细心 对我进行心理疏导 各方面的指导 退伍之后呢 我的班长和排长也告诉我说 你回去之后一定要保持着 退伍不退色的精神 那从此呢我就选了一个法律 作为我下一个的研究方向 是这样子的 是 看其实律师是帮助 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那医生的天职也是救死扶伤 所以说两位 可以说是不同的使命 共同的担当 我们也期待着今天这一组 正义之师可以齐开得胜 加油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下一组选手 你们好 您好 您好 哎呦 牵着手上了 我们呢组合作要做关渡之战 关渡之战 世如过竹 我叫关婶 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 我现在呢是一名编剧 关公安你有一句话你忘记说了 我们还是一对恩爱夫妻 哎呀 咱们往这一站 导师们都看出来了 对 刚才一个手一直就牵着 牵着太太的手大板往前走 那我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杜真 是一名不正型的药学博士 因为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呢 是科技教育课程的研发工作 不过呢 业余时间呢 我还要为太太的写作出谋划策 哦 你看啊 刚刚大家都说 你们是对恩爱夫妻 那恩爱夫妻为什么要取关渡之战 这样一个组合名字呀 我姓关 他姓杜 中国啊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以少胜多的战力 就叫关杜之战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我肚子里 就这么一点点的墨水 今天来一个大逆袭呢 您这也太过千了是不是 那两位是都很喜欢历史吗 是因为历史而结缘的吗 对呀 我们两个的结合呢 就是在一个历史群里面 我们呢就是从火坡世界 到最后我的纠战雀巢 我们两个的纠葛就一直是在 跟文学历史 然后绕不开边 那这样吧 用你们独特的方式 给今天的自己加油骨劲好不好 哎 加油骨劲交给你了 有什么比较豪言壮语的 一定要压高前面的两位 干渡之战 势如破竹 好 好 让我们期待你们今天的精彩表现 加油 好 今天的三组选手 都已经准备就绪 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 奇妙的成语之旅 奇妙的成语第一款 成语秘境 三组选手根据系统随机给出的题目 在规定时间内同时作答 答对一题积一分 答错不积分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答题正式开始 第一题 请写出成语中正确的汉字 请出题 揪战什么潮 选手请作答 我们在奇妙的汉字里也经常说到这个 有一个鸟 有一个鸟 买买 搞定 我就说我看 这个 什么 这个 是个日 怎么办 怎么办 重新看 不行 是一个讨论的 讨论的 主持人答错了可以改吗 确定了吗 一下 确定了就没办 确定了就下一题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三组选手分别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好 军事 确字 对吧 我们先来问一问正义联盟吧 你们准备改成哪个字呢 感觉写的不是特别规范 想再修改一下 这个 这个交给张老师定夺 看答案对不对 有可能都不对 是 关度之战组合呢 这个成语呢 应该是出自诗经 诗经里面有一句 为确有朝 为究战之 然后在诗经里面的本意呢 应该是指夫妻两个人结婚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用这个 最合适 但是现在这个意义已经发生了演变 对 本来应该是 雀修了一个房子 就和你结婚了 就站到你的房子里 我们一下一代 但是现在怎么编成这么个意思了 哎呀 这真好 这真好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正确答案就是雀 纠战雀朝 那 张老师来 究竟怎么评分呢 来看一下 你写的你不管怎么说 你写的像月啊对吧 证义联盟 抱歉了 我不能 算你这么写的 我们后面还会赢回来的 加油的 利息的 是 所以那第一道题回答结束 我们要给海带书生组合 和关渡之战组合 各加一分 正义之师继续加油 刚才呢 这个关渡之战组合呀 已经把这个就来源呀 说得非常清楚了 把他最初的意思也说得非常清楚了 最初的意思跟现在你也说得很清楚 他跟现在是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 人家诗经理说的是 唯确有朝 唯咎 拘之 唯咎方之 唯咎盈之 没有战啊 那战都蛮横啊 对对对 是吧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词叫艾巢 你看他就把这个成语他本身的意思说出来了 是一个好事啊 不要计较那个房子是谁的 在一块 是共同的家 对对对 好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题 请出题 唇交口什么 选手请答题 是火字旁吗 火字旁 你确定吗 你确定 造势火字旁的那个方 我觉得是火字旁 我觉得是族字旁 是这个偏旁吗 奇妙的成语 还有一个奇妙之处就是这个字啊 它的选择是非常的准确精荡的 我们很多时候一个成语就是一个关键字 好 时间到 我们来看看大家给出的答案分别是什么 海带书生写的是族字边的这个造 另外两组写的是火字边的造 那我们先问问海带书生吧 小房觉得是火字旁 但是他太相信我了 用了族字旁 然后一看到他们都是火字旁 就傻眼了 就我肯定错了 现在已经觉得自己错了 已经后悔了 已经后悔了 正义联盟呢 我们之所以写火字旁这个造啊 就是因为既然是一种纯胶口罩的状态 那肯定特别热呀 是吧 那就是火日炎炎的感觉 这跟你的这个专业太接近了 对吧 你的医生嘛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好 正确答案就是火字边的这个造 对 其实有个小窍门啊 很多成语呢 它一三二四对用 你看 唇口对用吧 焦灶对用吧 进一词对用 焦是四点火字底 那灶也应该是火字底 对吧 意思一样嘛 所以它偏旁往往来说是有关系的 这个族字边的造 您说 我要说 因为那个中医嘛 它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只要是跟焦相对的 它一定是火 然后干火旺 废火旺 胃火旺 反正到处都是火旺 所以怎么想 它都不是脚底下长脚气了 然后把嘴上面 对 就是上火了 而且你们关渡之战 也关键是乌朝一把火 对吧 想到火就对了 特别棒 对 所以刚才在第二题当中 我们正义之师组合和关渡之战组合 回答正确 均可加上一分 也有陷阱啊 这个地方其实对大家已经很和善了 因为有了焦 对吧 但是我现在让你们写烦躁 你写哪个躁啊 烦躁要是竹子头 不是 烦躁是竹子的 应该是 烦躁 对 是哪个 你肯定啊 烦躁也上火呀 烦躁的话应该是竹子的 我认为是 为什么 它得跳啊 要不然走烦躁 对 你光上火的话 它就内烦了 你看这个想法特别很好 烦躁的躁 真的就是竹子变的吧 挺好吧 挺好 挺好 他们挺棒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 请根据线索写出正确的成语 请出题 四条线索分别是 书法 内涵深刻 力量 言真轻 选手请作答 对 指 手指的指 你看一下 扫子跟书法相关的成语 挺多的 这个只要是练过书法 写过书法肯定知道 是这吧 是这 是吧 你再检查一下 再检查一下 是吧 宽度之战一直在 老公的这个鼻子上下巴上找灵感 我答完了 时间到 我们来看一看三组选手给出的答案分别是什么 海带书生和正义联盟 给出的答案是 力透止背 关度之战 给出的是 入目三分 杜博士看到另外两组答案的时候 哦 恍然大悟了一下 我后来我想了一下 入目三分好像是说的是 王羲之的说法 和燕真轻没有关系 王羲之和这个燕真轻啊 当时我真就没有太注意去分别 我还问他呢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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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因为我们家嘛 凡事 大事 都是他说了算 他就是我们家的旅端 旅端大事不糊涂 但是谁知道呢 今天就这么大的一个事 他糊涂起来 哦 那我问问海带书生的思路是怎样 看前三个很有可能想到这个 王羲之的入目三分 哦 你们也想到 大家都知道王羲之和这个燕真轻吧 是我们山东李一老乡 哦 是吧 对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字库也是 燕真轻的字 呃 应该是他晚期的作品 与他早期的作品风格还不同 所以我看到这个就 就提醒我 就是燕真轻 哦 看到我们字幕就能想起来 真厉害 这个有研究的 有研究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正确答案正是利透纸背 我们要给海带书生和正义联盟各加一分 选手都讲得非常好啊 如果是把燕真轻换成了 王羲之这里就应该是入目三分了 那利透纸背这个成语呢 是来自于燕真轻的张长史12亿笔法 大家都知道燕真轻是唐代的书法家 他年少的时候曾经拜过张旭为师 就曾经请教张旭说 这个用笔怎样才能够用出奥妙来 让我跟我的那些前辈们 跟古人们可以比肩 张旭一想说 这为师的笔法也是从我老旧那儿得来的 那他老旧是谁呢 陆燕远 楚岁良其实是陆燕远的师叔 师叔啊曾经点拨过这个师哲说 用笔应当如同印泥画纱 他一下子就找来了一个锥形的物体 在纱子上信笔画下了一幅画 这一画不要紧 就点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要嘴 就是想藏风的时候 就会显得很深沉 想要锋芒毕露的时候 那个锥间的很尖的这样的个尖状物啊 他就可以利透纸背 透到纸的背面 哎利透纸背 这个成语就从这儿来了 后来陆燕远把这个故事就讲给了张旭 张旭又转给了颜真卿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道题 线索分别是 不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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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OK OK 咱们海带书生就开始鼓掌了 外两组还在 紧张的书写当中 我们一起来看看三组选手分别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好 三组给出的答案真是旗鼓相当 我们先问一问关渡之战是怎么想的 我们因为是从后面两个 然后指挥工具嘛 我觉得军队中要宁行禁止 那么指挥工具就旗跟鼓 然后就想到了旗鼓相当 因为他要那个鸣金收兵 然后击鼓作战 然后这个是战场上 当时沃尔海谁也听不着啊 就这两个声音传统力最强啊 那我们再问问海带书生 他们应该是刚才就是给出答案最快的一种 而且最有信心的一种 是 这个应该是出自后汉书 这个叫什么《伟宵传》应该是 《伟宵传》 然后他说是西汉之后就是 王莽切汉嘛 后来到这个刘秀富汉 叫东汉 然后他占领洛阳之后称帝 还有两个大军阀割据 是吧 他就求助其中一个军阀 然后就帮忙打另外一个军阀 然后就是表示旗鼓相当 力量差不多 特别棒 说得很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 正确答案就是旗鼓相当 那我们场上的三组也是旗鼓相当 共同收获了一分 旗鼓相当 很棒 我们从政确实非常了不起 一个理工男对我们的历史知识 也是非常的熟悉 确实这个成语呢 就是出自后汉书《伟宵传》 对吧 王猛篡汉 光武中心 征讨呢 各方的歌剧势力 在陵西就今天天水那块 有一个伟瑶 那么他要联合他一起进攻 蜀中的公孙树 自己的兵力不够 于是呢就写了一封信 给这个伟瑶说了 你能够助我一战 我们呢双方军力合为一处 才能跟公孙树呢 旗鼓相当 这对旗鼓呢像是个借贷 因为战争之中啊 旗多 鼓多 那么军事就多 像是说的是他的军事力量 所以知道这个相当了不起 谢谢山川老师的解读 我们场上的三个组合 也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接下来我们将去 身临其境地探索一个 充满了想象力和科技感的 VR世界 打破画板的局限 用科技做画笔 实现人在画中游 我们的选手都已经戴上了 Pico VR一体机 接下来请根据 你们所看到的画面 写出正确的成语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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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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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求完美地表现出来 我若盛开清风自来 对吧 是 那场上尤其是带着我们PicoVR一体机的朋友啊 就可以真正地生灵其境地去感受其中的这份意境 Pico4 VR一体机不止想象 本节目由Pico独家提供VR技术支持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 同样是一道VR绘画题 请出题 好选手请作答 感觉这是 是一只小老虎啊 萌萌的 萌萌的小老虎 对的很标准 提交吧 好 答题结束我们来看一看每组选手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三组给出的答案均是三人成虎 小房你来说说吧 这个好像是出自论语洋货吧 好像是的 说的是很多人在一起讨论就跟今天这个谣言一样 就是讨论了讨论了就就发展的跟原来就不太一样了 就如同蒙虎一样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因为我印象中这个好像是出自战国策 好像是战国策里面那些说客他会给君王讲一些道理 然后他就会讲这个讲一个三人成虎的故事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好 正确答案就是三人成虎 我们要给台上的三组选手分别加上一分 三人成是虎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市场里有老虎 多么的荒诞 多么的不可思议 怎么老虎跑到市场里来了 但是说的人多了 虽然有人信 所以这是将要陪质子去大梁 做人质的庞公 庞长教 对吧 跟这个赵王说 说我们一走一定有很多人在背后说谗言 那你们能不能不信 你能不能坚定地信任我们 讲了一个这个故事 打了一个预防针 王还是被流言所蒙蔽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说明现在我们很多网络世界也是这样的 谣言 为什么要谣言止于智者 我们要想到古人说的这个三人成虎 会对真相造成多大的伤害 会对别人造成多大的误导 确实我们要谣言止于智者 多看看我们的奇妙的成语 能够净化我们的网络环境 所以真的很多时候啊 就是人言可畏 对吧 但是我觉得大家平时 还是应该为自己的所言所行负责 对不对 好 Pico 4 VR一体镜不止想象 感谢Pico独家提供的VR技术支持 现在我们第一关比赛结束 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场上的积分情况 所以差距不大啊 完全可以迎头赶上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关 奇妙的成语第二关 成语推理 三组选手依次进行成语推理 选手根据队友给出的提示 答出正确的成语 答对一题加一分 本关结束后 选手两轮积分将进行叠加 最终积分靠前的两组选手 进入第三关 现在进入极妙的成语第二关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答题开始 就是我开到这个山那个边上 然后我直接去这样 悬崖落马 这种区 然后就是有一个不聪明的老人 有一个不聪明的老人 愚公以身 这种区 太阳已经到了这个非常高的地方 形容你这个人特别懒还没起 特别懒还没起床 就是都说什么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睡觉 日上三干 对 正确 许多你这个事情就是还没做完 就不做了 万土而废 正确 然后就是青梅中马 两小五猜 正确 然后就是这个刘备 孙权和那个 三顾茅庐 桃园三结义 什么 桃园三结义 三国 可惜了 就是我们说这个比赛 然后就是 两个拳头 旗鼓相当 不是 赢了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把握 出人投地 不是 第一个这是你这个所有的手指头 这个说 就是 十那九文 对 这样去 就是我有 我有一出什么 一出好戏 非常 非常 我非常会的 什么什么 拿手 拿手好戏 这样一出 对 太贵了 十乘于一百和一百乘于一百 就是形容数量特别多 百十千万 百万 万点票一千万 就是 过过过 你在就是不光亮的地方去 丙如影 去打别的 不光亮的地方 按按杜陈仓 上等那个 按 上等那个是 键 按什么 按什么 就是把别人 过过过过 在他说完之后 其实我想到这个 这个成语了 按键商 然后 下一个 行 你这个 就是你这个 然后就是那个 我们那个看电视剧 那个上面 那个衙面上面 又选的是四个字 什么 那个什么铁面无私 清正连结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那个日月 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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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什么 什么明镜 明镜 过过过过 我觉得还可能是看的电视剧比较少吧 我看的电视剧比较多 就是看电视剧 后面就是明镜高兴 当时我一直想的是铁面无私包青天 就是一直在背这个会笑 急死了 急死了 我把那个 不值钱的东西变成值钱的 就是什么 就是硬块 然后把它变成 点试冲击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好 开心 你这很棒了 耶 海带出声组合 一共答对了八个成语 好 好 好 这个就跟打篮球比赛一样 心情非常棒 别管赢没赢 就是压烧的时候投进球了 就非常棒 减分的感觉 好 请上下一组 答题开始 这是什么 垂竹在胸中 垂竹 小踏实地 垂什么我带 垂心 垂 垂 整个 整个什么 上股 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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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差点就想用医院的一些专用术语了 拍X片的是啥片 我觉得我说话特别在理 然后特别的 有理了 我超级开心 然后 开 开 开 我干事 非常的 非常的 就是 大铁 过 不要紧张 就一个典故 他把那个 什么 和 跟和相近的 然后给他 敬畏风鸣 什么冲 过 我从一个队伍中 然后就是觉得我很优秀 直接就 出类拔萃 赫里肌群 最后 第一个字是最后一个字 赫是对吧 心机独立 过 我感觉这块特别的荡荡 然后前面 两个 什么都没有 一片空荡 两个 一无所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空无一物 前面是两个一样的词 什么什么 第一个字对了 但是是两个 空空如也 英式 四个字 英式 英式 英式力道 装修说天的那种 前面前面的几个字说出来 曾到海强依旧知否知否英式 绿肥红兽 正确 多说点 就一个东西在飞 然后他轻轻的到一个池塘上 轻轻添水 正确 一个中国动物 然后和一个这个在打仗 正确 你对一个人指指点点 指点江山 这个 这个 这是什么部位 这是什么部位 脚 我们说过 足足足 你对一个指指点点 你说 说 说这个 这个 指手画脚 再来一个 说 说是什么 变什么 变什么 啊 你对什么做 那个那个平头论足 哦好 我们现在就像那个VR那个是有种什么感觉 心情极尽 好 好 你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没有任何的缺点吗 就那个 天翼无缝 好 心理素数很好 你还没有做你就 好 到时间了 时间到 好 我感觉这会儿他要垂胸顿子了 好 我们正义联盟组合 在这一轮一共答对了七个成语 加上七分 哎呀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我上场的时候我手心就有点出汗了 其实 这些说好不紧张不紧张的 无论往那台上做一站的时候 还是莫名的紧张 然后估计就会造成大耳的空 我们请上下一组选手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准备好了 答题开始 过 中三分 哎呀妈呀 你来到了一个仙境 我们描写仙境的时候 我们说这里边长了好多气 这里边长了好多气 好 过 这事 过了 这事 我经常形容你的 我们都管你叫做什么是 博 博学多才 就是 龙王有什么一个 功能 求雨啊 下面 对 然后我们是如何把这个给弄来的呢 呼风唤雨 有了有了有了 刚才咱们撒号全都搞这是七股相当 然后这个词换一个说法 相 相体并论吗 我们都说什么 不可倒 对不可倒 对不可倒 是不可倒 对 赤均力敌 是 可以可以可以 三个 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不一定非要什么提念命 我们也可以 嗯 耳濡目染吗 就是 还是懂啊 活的 加油加油 这个是那个行军作战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应该多读孙子 冰法 对 这里面的那个就对了 然后 我们既然 那个挑 嗯 眼镜 我们就不能怕他们对方 我们就不能怕他们对方 先过 看一个 你要给一个人 秘密 嗯 怎么办 从 口耳相传 保住秘密 那我能做到 闭口不言 为了一次我们换一个说法 咱们家插花的那个不是叫 收口颅皮 加油 上去 五个五个 哎呀妈呀 我写了一个本啊 这个东西 把这个都快给吐出来了 令人做 哈哈 但是我写了一部作品 好心力去 我也不上去 我一下子看到我吐了 可能一下子反应就觉得啊 这个可能作品写得很差 就想到令人做 那后来想到不对啊 这个是他写的作品嘛 那应该是偶心力去 就像你一样啊 你看见好看的那小姑娘了 你就讨厌我们这种 哎 人老出狂 算了 但是你换一种说法 欠 哎 啊 不漏兽 哎呦 他 他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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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说 他什么 没事 杜博士知道这种情况 绝对不可能发生 哎 关渡之战组合 在这一关当中 回答对了六个成语 加上六分 我前几个题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尤其是我在频频报字之后 我心态就一下子就不好了 所以后面呢 我就开始急于求成 越急越错越错越多 哎 就以至于 后面不好 好 我们第二关比赛结束 关注一下目前场上的积分情况 所以我们场上出现了一个平局啊 但是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 只有两组选手可以进入第三关的比拼 关渡之战和正义联盟 我们要通过议题 来确定谁能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之上 两组选手根据嘉宾老师给出的关键词轮流进行提问 最先猜出对应成语的一组极为胜利 张老师 请给两次词语的提示 好 那我就概括一个啊 概括的不好 你们待会儿也别垂胸顿足啊 这个成语要让我概括的话 着装 好 关渡之战 先来进行推理 是 不好意思吗 现在肯定是 是西装革女吗 不是 这个成语里面是不是有衣服的衣字 是 这个成语是衣冠楚楚吗 恭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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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正义联盟 取得了这 宝贵又难得的一分啊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来 加油 加油 那根据我们刚才的比赛规则呢 关渡之战就要先离开我们今天奇妙的成语的舞台了 离开这里之前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说吗 挺可惜的今天们能够创造关渡之战的奇迹 第三关 奇妙的成语第三关 限定主题成语接龙 两组选手根据主题要求轮流答题 当一组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无法说出说错或重复之前的答案时 本关答题结束 欢迎来到第三关进入第三关的分别是海带书生组合 正义联盟组合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请说出带有海这个字的成语大海的海 答题开始 既然我们这次是来比赛 那我先以一记排山倒海之事 来攻击一下对面的对手吧 排山倒海 作为一名临床医学生啊 这学医真是五年三年又三年 我们可谓是学海无涯呀 百川东倒海何时赴西归 百川归海 我觉得今天这个字正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我名字里面有海字是不是 那么很多学生也到了这个地方 真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你名字有海字我们组合还有海字呢 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厉害啊 林泽西曾经说过海那百川有容乃大海那百川 对面的选手们呀 咱们何必这么针锋相对呢 退一步海阔天空呀 海阔天空 我们可是从山东来 特别特别远 要坐五六个小时的高铁 可谓是飘洋过海 翻江倒海 唐鹅英葵偷灵药 碧海青天 夜夜新 碧海青天 希望全天下有情人眷属所取过的诺言 也可以海誓山盟 苏氏前赤壁覆中说过 既浮游于天地 妙沧海之遗宿 沧海遗宿 祝各位老师福如东海 各自我们的祖国海燕和亲 好 刚才也说到天下有情人了 也希望这些诺言可以海枯石烂 移入喉门深四海 从此萧郎是路人 喉门四海 召集你一句话呀 苦海无边回头是爱啊 苦海无边 你真回头了 希望我们这次的比赛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不要形成血海深仇啊 从这听说你单身啊 你要赶紧到天涯海角 寻找另一半他呀 那就不需要你担心了 因为我的队友可是 沧海遗珠 沧海遗珠 对方选手可稍微给我打得有点懵呀 但我得振作起来 不能眼前都是海市蜃楼呀 我们四个都是读了十几年书的人 读的书可谓是浩如烟海 浩如烟海 那么我们就要赶紧刷紧时间来个精卫填海 这个不哀的这个造句不哀的 刚刚说了沧海 我这还想到一个词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 这个好这个好 精卫填海都没填住你们啊 我看来还是要继续 挟实填海 我们这些人可能一旦下了舞台 大家就没有联系了 可千万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泥牛入海呀 泥牛入海并不可怕 就怕你石沉大海 四海生平 这四海生平呀 也有一个反义词 四海飘零 我们来这比赛可都需要真才实学 可不能眼空四海呀 小心不要吃一个山呼海啸啊 曾经沧海 曾经沧海并不够 给你加一个囊括四海 你囊括四海 今天我赢了就名扬四海 那你们赶紧认输吧 下录完节目之后 带你们去吃山珍海味 我现在要宽一宽我的队友 他是台大四海 台大四海 威士热闹四海鼎沸 海内无双 沧海横流 海涵地覆 幻海浮沉 太平盛世 海部阳波 五洲四海 胡吃海喝 诸臣入海 海外祈谈 海外祈谈好像有这个 有这个有这个 海外祈谈 海外祈谈 庄нд 你们肯定吗 你们肯定 肯定我们就查 查完没有就结束了 也没有更有把握的 不用换了 那是肯定的 不换了 那我们查了 可以查一下 没有 真没有哈 没有吗 不是 划牙四海 没有 没有的话就输了 这没有遗憾了 那没有遗憾了 好 第三关比赛结束 我们要祝贺海带书生组合 在这一关生出 同时我们要感谢 正义联盟的精彩表现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 正义联盟在离场之前 有什么话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通过这次节目呢 更加坚定了我 去好好了解中华 剩下五千年历史的信心 也希望能把这个 中华传统文化 带给我身边的家人 其他小伙伴们 好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 送给正义联盟组合 谢谢你们 海带书生组合 恭喜你们今天获得了 成语达人的称号 分享一下获胜感言吧 因为我跟小房是多年好友 重逢旧友 然后又认识了新的朋友 这才是我觉得是这个节目 败给我最大的乐趣 而且也是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 成语知识 也是有了一定更深的体悟 所以我说这赢得当然非常快了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赢 第一次赢 当然说这也是我真正印象第一次赢 在湖北卫视 就是终于达成了我这么一个心愿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党那个传播成语知识 大型文化综艺类节目 我们竞技性只是为了这个老少介意 就是来观看的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还是传播文化 谢谢再次祝贪你们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我们一起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好不好 好 好 全静是解锁成语的独特魅力 让成语故事历久迷心 感谢电视机前每一位朋友的陪伴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奇妙的成语再见 谢谢